好,欢迎各位新浪网友,我是主持人赵宁,现在最后嘉宾聊天室的呢,是备受大家喜爱的国金最新,巩俐,欢迎你,跟我们的新浪网友打个干活。 你好。 这次巩俐是为了这个Miami的风云来北京做宣传。 对对。 回忆起当时让你接拍这部影片最大的信用的是什么? 其实是这个导演,这个Michael Mann,他是一个Hollywood最顶级的导演。 那他的作品我以前也很喜欢,之后其实这个作品我也很喜欢,他现在这个Miami风云以前很长,那个电视剧在全世界很风鸣,七十年代的时候吧。 所以我也知道那个,但是在那个电视剧里面是没有这个女主角的,没有这个Isabelle这个人,但是导演说她会为我良心斌做这个人物。 所以我很开心,我又很有运气能够直接拍这个片子。 对,我记得这个Michael Mann导演,他也曾经说他为了等国陵等了十年。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等他等了十年。 你当时的第一次见面是很有意思吗? 我还能回应一下吗? 第一次见面没有见面,是我在拍《大红灯笼》的时候, 他就给我的经理人公司,经理人打了电话,就说他们有一个片子,是那个叫, Fero叫,老火线,对,那个片子他没有拍,那他希望我做他的其中的一个女主角。 当时我正好在拍《大红灯笼》,那我也觉得他这么大的一个导演, 我也觉得很紧张,我确实当时也不敢去,也确实是时间有关系, 但是还是说有点不敢去,我觉得这个导演太厉害了, 对我来说好像压力很大那时候,就没去。 那之后十年之后,我觉得现在那个时候正好, 因为我也喜欢这个Isabella这个人物,这个Miami风云这里面这个人物, 而且整个的剧本,还有合作伙伴,演员,我都很喜欢,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很好。 那说到这部片子,我觉得让果然一部出了非常很多, 因为你来说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都需要一点一点课, 对。 像我们大家很非常知道,就是这个带有古巴口令的这个英语, 你当时是专门找了老师来读到? 是组里面,我们有四个语音老师, 那一个是正统的英语老师,他去教我们台词, 怎么去念,怎么很顺畅,怎么能重音,怎么发, 那个是每个片子都有的, 那之后还有是找了两个古巴人, 他也不是完全是老师, 他就是古巴人,正常的古巴人说英语, 其实他们说英语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个英文的翻译, 因为他那是很比较难懂一点, 但是导演的要求就是说他不希望我说比较正统的英语, 他一定要有古巴的口音,这样比较好, 当时学这个时候很难, 因为他要有那个卷舌, 因为那个卷舌音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的。 你现在还能记起那个,比如说某一个单词? 很多,不是某一个单词,很多的, 因为他那个,这个是我们发不出来的, 怎么能学会? 这个是练了七八个月, 练了两个月的时候才可以卷, 就是我们不可能的, 就是亚洲人很难, 但是我们就冲着镜子每天就回去练吧, 老师就说你先练这个,别的先别说了, 因为它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语系的, 所以他西班牙人说话都是带这个, 一点这个卷舌的, 所以这个,这个有点难, 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的, 这个不是表演上的, 其实最难的是一个你要去体会这个人物, 跟导演怎么样去沟通, 这个是对英演员来说其实是最佳应该注意的, 语言可以学, 西班牙人可以学, 古巴英语也可以学, 都可以学, 但是表演你学不来, 你这么短的时间你也没法去学习, 所以那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非常的好奇, 因为果然在国际上你的这个演技都是备受肯定的, 但是在《拉命风云》里面你说到, 你对自己的演技还需要再次的磨练? 没有, 我没有说到再次磨练。 就是你的表演方面还需要? 那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你不要把一个人的经历转, 一个演员的经历转移到说, 我语言好了, 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一个, 你是一个好的, 可能一个英语很好的一个演员, 但是你不一定是好演员的话, 那个没有用,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把我的全部经历基本上是放在表演上, 放在人物上, 放在表演上, 我没有把它着重于放在语言上, 那个没有用的, 说的很好的英语也, 你表演的不好是没有用的。 这个人物, 这个你说的这个伊莎贝拉在整个片子当中, 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人物, 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这个人物跟你以前饰演的人物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 因为他是一个, 这是一个完全从零开始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贩毒集团的一个女孩子, 他是搞金融的, 洗钱买卖的, 就是金融上在银行里洗钱的,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就是这个角落, 这一帮人, 这群人的所有的事情, 我们很难知道, 所以你怎么去真正的了解这群人的心理,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每天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中, 就每天就是每一分钟都有危险的, 他们的生活其实, 但他们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们需要知道, 所以完全是从零开始带了一份好奇心理吧。 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 比如说是真的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用什么样的途径? 其实我们体验生活差不多有三个月吧, 三个月体验生活, 所有男演员要跟那个卧底警察, 他们真的去做卧底, 跟着卧底警察去谈判,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但是他们也愿意去, 他们也没有被认出来, 导演安排的, 他们真的跟卧底警察去了一个买卖毒品的地方。 完了, 对于我来说, 我是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去银行, 去上班, 那个银行我们跟一个银行的大老板, 就是一个女的女性, 一个老板, 她是搞金融的, 几乎经常要去, 如果她开会的话, 我们就坐在旁边可以听, 重要会当然我们就不能听了, 就看她平常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采访他们怎么做一些洗钱的事情, 但确实有洗钱的那一部分了, 说的不太多那个, 那之后我们看了很多的纪录片, 就是内部纪录片, 是他们黑帮, 怎么把这个黑帮, 可能在五四五年之内有一个, 有一个卧底警察, 怎么把这个黑帮整个挖掉, 他们拍了很多黑帮的真实的人物, 我们都看到了, 他们平常的样子, 很文雅, 很斯文, 不是那种张牙, 可能真的看不出来, 很斯文, 很文雅的, 很有礼貌, 所以这次收获很大, 八个月, 我们拍了Miami风云, 拍了八个月, 导演把他全部的, 因为他这个导演是全世界最顶级的, 好莱坞最顶级导演, 他把他全部的心血, 还有所有能做的, 做得到的, 所有的高的科技的, 还有我们所有的演员的, 所有的能量, 全部挖掘出来, 在这八个月之内,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 一看的电影, 从我们之前看的, 《英机回忆录》, 到这次的Miami风云, 其实国内和国际的这种, 大牌导演已经不少的走速, 他们的经验和国内的一些导演, 是不是也有些不一样的? 其实他们的, 其实都是好导演, 他们都有共同之处, 那不同的地方就是, 可能在美国那边, 他的资金很雄厚, 他们也是很出名的导演, 所以他们想做的事情, 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 就他们想是, 我们想去哪里拍, 我们就包一架飞机就去了, 整个剧组全在一架飞机里, 我们经常是做这种包机, 走来走去, 也不耽误时间, 然后所有的, 他们用的是低纸头的那种拍摄手法, 那个摄影机, 数字高清的, 低纸头那种, 所以他不用换胶片, 他没有这个胶片的这个钱的问题, 但是这个好像是很贵的一个投入, 但是这个对演员, 对于导演来说都很方便, 导演不用换镜头, 不用换胶片, 我们也不用去等,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情绪全部联系, 这些好像是一个导演, 他想去, 可能是每个导演的一个梦吧, 他可以有很好的器材, 有很好的条件, 可以达到他们自己想要做的, 那我们演员也说, 如果你导演有个好的器材, 有一个好的资金的话, 可能我们也舒服一点, 我们也不用去一直在那等你打光, 因为那个对光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些可能是他们的不同的地方。 还有刚才你也提到, 这个合作者也是非常让你喜爱的, 非常欣赏的。 对。 这个男主角这个, 好立法啊。 对, 他也提到, 他说他跟你合作真的是挺紧张, 有压力, 因为你非常的优秀。 不会紧张, 客气吧。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演员, 他很, 他在现场的发挥, 那种激性发挥, 是让你觉得你真正跟一个好的演员合作, 有多么幸运, 就那种幸运的感觉, 就是你会在他身上, 可能你跟他合作的时候, 在通过他的眼神, 通过他的交流, 通过他很真的那颗心,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演员, 他是用心在演戏, 他不会去随随便便地, 凑过每一个镜头, 你可能看见影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感受到, 因为我跟他的戏比较多, 我跟那个, Jimmy Fox那个黑暗演员, 跟他的戏比较少一点, 这两个演员都很优秀, 我很幸运。 经常可能会有人说, 哎呀, 这个跨国演员之间的合作, 总会有一个磨合期, 像你也会有吗? 没有, 没有什么磨合期, 没有什么, 包括文化表演上的,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那在这个片子当中, 有非常多的这个, 而且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强调妈妈蜜蜂的, 第一名主角就是鬼, 对你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吗? 是, 你是问题呢? 还是, 还是, 是不是你也非常的, 高兴能够在好莱坞的, 这样一个片子, 中间获得这个? 我觉得是不是什么女主角, 这个无所谓, 主要是一个参与, 你愿意去真正的进入一个, 真正的这个 以前几部片子 像《一级回忆录》 它还是有很多亚洲的演员 投入进 在我们在一起合作 你感觉到还有一些 它是一个好莱坞电影 但是你好像还是没有 真正完全投入到 一个好莱坞 真正的电影里面 这一部是第一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第一部的 一个好莱坞电影 全部的人 我就变成外国人 我跟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的经理人 我们两个是中国人 其他的全是美国人 跟英国人 跟法国人 这样的一个合作 所以你感觉到 就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并不重要 只是你喜欢 你觉得你可以发挥 就可以了 那它确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在里面 是一个女主角 它很多的场次很重要 我也很开心 我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发挥 而且在这部戏中 我听说你也是学了 一个非常火辣的舞 叫莎莎是吗 叫莎莎 莎莎 这个舞很好看 很好看 但是可能对亚洲人来说 学的时候 要稍微困难一点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那个 中国人的舞蹈 是用手 是吧 手多 上半身比较多 脖子 脸啊 那个手的摇动 还有肩膀啊 那个 这个舞的完全是上身 不要动得太多 它是那个中段 就是这个腰跟那个屁股 在扭 然后那个 可能你开始练的时候 你会有上身的摇摆 那是很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是 八个月的拍摄时期 我们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 就一直 我有一个专业的老师 他一直跟着我们 有时间就跳 因为 导演的要求很严 说你是一个古巴生长的 一个女孩子 所以古巴的小孩 都会跳舞 只要能走路了 他就开始学跳舞了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跳舞 所以你看呢 我们去古巴的时候 那阶段的小孩 听了音乐 他们就一边走 一边摇 就很可爱 所以他觉得 要长在你身上 这个舞蹈 本身这个人物 就会特别的热情 非常的热烈的 对 他有很多面 他有他很辣的一面 他有很温柔的一面 有很强的一面 很酷的一面 很冷酷的一面 都有 所以他可能在世上很全面 所以你在这部戏中 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除了像舞蹈之外 我就说还有一个非常 这个刺激的 叫快艇 快艇 快艇 对对 快艇 那个不是我开 是我做 当时让我开 我说我不太敢开 因为我不会游泳 我不是很会游泳 我会游一点 但是在海里面 你就觉得很可怕 坐那个游艇的时候 我的眼镜都吹裂了 他真的要一个速度 因为他确实 因为他 在这个电影 其实那个戏剪掉 在这个之前 他是一个快艇 会开快艇 快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选到他 希望他来做这个 因为运毒品 很多人都是会开快艇的 还是很快 本来他就用这 他想用这种方法来 获取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一开始 那些快艇比赛减掉了 但是说 这个人的快艇 是开得非常好的 这个警察 所以Colly Farrell 他要学快艇 他要开得真正 是很快很快的 我的眼睛都吹得裂掉了 风 就是把你的头发 全都吹直了 很大的风 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 拍戏的时候 也有这个感觉 但是其实后来也不可怕 一拍起期来 你就来不及 害怕了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了 对 我们提到了很多 就是非常对于果然说 非常大胆的 一个第一次的尝试 还有其他的吗 在这部戏中 这个是比较有 有点危险性的 其他的就是拳击 拳击因为你 你从小在这个圈子 你如果在这个圈子 你肯定是开枪 射击 还有拳击都很会的 但是那个导演就说 可能你在电影 也没有什么 特别开枪的动作 但是你要学会 你要知道 你的枪是放在哪里的 就像你的一个眼镜一样 就像拿眼镜一样 就像一个人 是戴眼镜的 从小戴眼镜的话 你拿眼镜的时候 你不用看 你拿过来就直接戴什么 就枪的那个上子弹 跟那个卸子弹的那个 你的手法就像 你随身的一个眼镜一样 所以你要会 你不能说你不懂 可能在电影上 不管你用到用不到 你都要学会